有妄想 有杂念 清净心没有了 心变成染污 染污的心 不正当的隐形 就会感召灾难来 个人的灾难 就是病苦 共同的灾难 就是夜暴 为什么呢 居住在这个地区的人 现在地球上的人 心不善 自私自利 顺人力气 干这个事情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人呢 是教出来的 现在社会变成这样的 是教出来的 谁教的 家里头没有人教了 古时候 负责教育的 是父女 从中国自古以来 教女儿 比教儿子重要 那为什么 因为女子负负责教育 儿子 儿子只负责家庭 经济生活 他出外赚钱 生了小孩了 下一代了 完全靠母亲 所以母亲的负责 所以母亲的责任大 母亲受人尊敬 道理在此地 她能把小孩 教成圣人 教成贤人 教成君子 那你看看 孟子 孔子的母亲 那孔孟在小孩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 父母怎么叫她 母亲真尊敬 小孩成圣成贤 佛菩萨也是教出来的 这不能不知道啊 现在家不教了 父母生小孩 他不教小孩 学校也不教了 社会也不教了 国家也不教了 今天教育落在媒体 你们想想看 小孩一真远 你就看电视 电视远些什么 他全学会了 网络 你仔细看看 周边的人 尤其在群众多的时候 你仔细观察 那些人在干什么 都在看手机 全部精神 都住在那里 他们好学啊 真用功啊 一切时一切处都不离开啊 学习什么 杀到一望 完全是负面的 真面东西他没看到 没听说过 没有接触到过 他的人生观就受这种影响 以为那个里面所教的 都是正法 把邪阵颠倒了 没听说过